《哲学智商方法论》 那这个我还是要讲一下 就是《哲学智商方法论》这门课 它是一个方法论 所以它一定要有点实操作 它一定要有些操作 如果没有操作 这方法论就没有办法去实践 方法论的目的不是为了理性的理解 而是为了实践来用 所以我们在这节课里面 上节课讲到二十年期这个时候 那我们就讲到说 你要产生一个智慧 你大概需要有这六个过程 因为如果你没有认识 你只有知识 你不可能成为一个智慧 你可能就变成一个那种 降气很重 就是你为了知识而知识 但其实是不对的 各位 西方哲学常说 为学问而学问 我们每一个都有一个目标 你比如说你为了你自己的幸福 而来念大学 比如说你为了追求你身边的一种理想 你去做某些事情 所以你为了帮助别人 所以你今天去学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就说这个号 这个就是知识里面的 可是如果你只是有知识 你没有印象 你对知识没有完整的理解 所以你就不了解 这个知识跟其他知识的关系 心理学不是一个单独的心理学的知识 心理学如果没有哲学 不会有心理学 所以你如果今天去读书馆 你去查心理学这一类的书 都在哪一类里面 哲学 对不对 因为十个分 如果十个分类法 十个分类法里面 心理学原来是属于哲学 而且心理学那个名称 psycho这个字 在希腊文里面是什么意思 灵魂 它就是灵魂的 所以心理学就是研究灵魂的学 研究灵魂反过来讲 它就是人学 它就是人学 因为它是研究人的灵魂的问题 所以那个心理学 如果说你懂这个背景的话 那在希腊哲学里面 讲这个人的灵魂的时候 它就是用psycho这个字 所以我们常常是用 anima这个字 anima这个字是不够的 所以你看见没有 在拉尼文里面 animacio 它就变成感官 它只是一个感官的作品 它不够 所以它没有到那个精神的层次 灵魂的层次 所以希腊哲学后来有了 这个psycho这个字的时候 那我们就讲 它就在讲述说灵魂 那当亚里斯多把人的魂 这anima分成三类的时候 第一类叫什么 叫做growth 这个anima 第二类叫什么 sensificatio anima 第三个呢 就叫做psycho anima 对不对 三种不同的anima anima就是魂嘛 第一种魂就是生长的魂 第二种是感觉的魂 第三种呢 就是灵魂 精神的魂 它是有这种 所以因此 你如果要讲这个心理学的时候 你就不能不回到哲学里面的 讲灵魂论里面的过程 那这个事实上就是人学 那在讲哲学人学的时候 它就把心理学跟哲学 做一个结合的一个说明 所以我们过去的哲学系 在讲哲学人学的时候 你维持有纯粹的哲学 你如果只有纯粹的哲学 你没有心理学的部分 那你事实上你是就误解了 这个哲学对人学的开放 如果各位同学 你去看袁廷栋神父 他写的那本哲学心理学 我们复杂出版 现在包括我们所有 全台湾教哲学人学老师 大概都用这本课本 都用这本书当课本 但我们用这本课本说 它太多的心理学的语言 所以很多念心理系的时候 特别我们复杂心理系老师们 因为复杂心理系老师 都是念哲学嘛 都是在念哲学啊 对不对 翁盖成啊 王勋呢 这些家伙都是搞这个 那你们的系人在搞行动理论啊 对不对 都在搞这些事啊 这个刘教授 你们那个前任系主任 对不对 现在系主任 他搞行动理论 他的行动理论 具体是什么 就是打工抗部嘛 对不对 跟他老公合在一起嘛 他老公就是做这个 所以我们就可能看到这个模式 去发展knowledge的时候 就要了解这个模式 所以因此 在我们做哲学思想方法的时候 我们就体会到 它是一个整体系的东西 所以他不要去排斥别的学科 而要把别的学科 放在他哲学的思考里面 来思考 他怎么样去balance这个 所以这个是奥斯丁尔 先其他说 可能重要的一个意义啊 下一页你们看 那Verdos 那Verdos这个东西 那如果从拉丁文的观念来看 后来我们在英文里面 就把它变成VITUE 对不对 英文里面叫VITUE VITUE Virtual Virtual呢就变成价值 变价值 Virtus 所以你要用人的情绪 Virtal是说的情绪 Virtus 靓的怜悯 既想知识 你怎么样由你的情绪 你的怜悯中 你获得一种有价值的知识 我们看前面这个 前一页 Ars 他只有讲先期 他没有把人的意义放在里面 在下一页 下一页 我们把人的意义放在里面 当你有Timo Piedas 你只能构成一个实验架 我们看到前面 我讲祈祷法的时候 你再看上去 祈祷法 你看 当他提到说 Medus的时候 Timo Piedas坚强 能力且能怕惧孝轻 构成知识的模式 所以因此我们一个知识 你没有情绪 你说你为什么会把这个知识 变成一种记忆 变成你的学问 是因为你喜爱 你喜欢吗 各位同学 如果我今天开始跟各位讲 这个哲学资本方法 就从现在开始 我要点名 每个人来到考试 然后都会定标准 然后又要相信 建议这门课变成必修 那你们怕被我当 怕被我当 那我又很严格点名 不和蔼可亲 非常严肃 然后呢 你也没办法 因为你不能逃啊 因为你在这儿有大事 寻生大事 那你必修怎么办 换班 转系班 你倒是啦 你只想这门课啦 必修课啊 怎么办呢 你怎么办呢 至少硬着头皮啊 对不对 来修我的课啊 那修了课以后 那我又要求很严 就认啊 所以讨厌我 又怕 怕什么 怕被当 讨厌我 为什么要这样规定 对不对 所以看到没有 怕一句自信就算了 怕一句 那可是呢 因为怕一句 然后我用每堂都点名 我如果偶尔点名啊 就有偷巧 什么 取巧之心 就堵啊 今天老师会不会点名 可是如果我每堂都点名 你就死了心了 我念大学的时候 我大二 有门课叫中国现代史 上个老师啊 是一个王教授 他是我们福人大学历史系 他上课的方式怎么样 第一堂课 进来 每个同学都做好了 他就每个同学 把空位都补满 补满 就发一个座位表下去 填 就填 什么呀 我理解就是做第几排 第几个位置 就填好 然后呢 他就跟我说 你们现在坐的位置 就是这一年 你们所有人坐的固定位置 拨准换位置 然后呢 点名的时候 他就这样 赶紧对 哪个位置没来 就打旷课 他比我们厉害 比我厉害的多得多 我们那个时候是八点四十上课 每天八点四十上课 八点三十九分 他站在门口 他就来了 四十分钟一敲 他就进来 门就锁上 后门就锁上 锁上 不让进来 我那个时候 所以没有被点到 只是因为我住校 所有我住台北的同学都残了 那因为各位同学 那个时候一城道 只有两县道 天天堵车 那你知道我们上课 上到下午晚上 都上到六点钟才下课 很多同学 六点钟下课回到家 是九点半 家住台北九点半 我那个时候 所有的交通车 都是从新竹啊 桃园啊 那时候以前叫公路 就台气嘛 这样出来的 到学校都已经满了 没有人要停车啊 所以造成这个 很严重的危险 所以我们那时候 就产生这种踏距 就这样 所以这个是能力一切 Verdus 好 我们看下面 Piedas 那Piedas是怜悯 那这个Piedas怜悯 也有人说叫孝庆 孝庆 那个为什么Piedas 我们在台湾 后来很多人 把它翻成为孝庆呢 其实Piedas是怜悯的意思 这个最有名的Piedas 是哪一个 就是摆在圣伯德鲁大教堂里面 内尊雕像 米开兰基罗的雕像 就是圣母抱着耶稣 有没有 内尊雕像 这个像叫Piedas 怜悯 就是圣母玛利亚看到她的孩子 被钉死以后死了 卸下来的时候 她对她生命中的那种 对这个孩子 她那么大的一个三十岁 三十三岁的孩子的一个年龄 所以她看着 就说 那为我们来讲Piedas 是孝庆 为什么把它翻成孝庆呢 就是 怜悯老人家的行动不变了 将来你们 我问你们一个问题 将来你爸爸妈妈年老了以后 行动不变了 你会不会去照顾他 你们会不会去照顾他 你会 你会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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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头 有点迟疑 你会不会 你会不会 会 你们都会 都会 你爸妈年老了 然后行动不变 有老年痴呆症 你会不会照顾他 你们都会 都会 对啊 会是主观医院 对啊 主观医院我都愿意 能力是客观的 有没有能力 不晓得 最后一个现象 这不知识 所以各位同学 你不要以为这个Demo 情绪 Piedas 不会构成知识 他也会构成知识 比如说我们对一种情绪的理解 我们对一种情绪 我们对一种 感情的一种理解 我们就知道这种是什么系的人 对不对 那种女孩 男生是什么系的人 我们知道吗 所以我们构成这种 对这个 你看 这个 Healing with the Angels 这本书 这是一本书 就是说 就是天使的疗愈 天使的治疗 就是说 我们现在不是有很多音乐 是疗愈的音乐吗 慢慢地缓缓地有没有 你听了以后你会睡着啊 不会让你身心松弛 因为为什么 它就是Virtus 它有点价值在里面 所以这个是疑似 下面一个 第五课 Tron Glidas 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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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这个 卢梦 示范 对不对 这个景色 上藏的景色有没有 有啊 这种景色当然非常有啊 而且很多地方都出现了 这个就是大气的 跟空气间混合所产生出来一种景象 这个月亮 然后当月亮造出来的时候 经过空气的这个 这个这个什么里面 带有微量值的那个元素的空气 然后造出来以后 你看呈现蓝色 呈现蓝色 所以各位同学都知道 比如说每天我们呼吸的空气里面 非常多的元素 所以有些植物学家就是说 有些生物啊 它什么都不用吃 它只要呼吸空气 它就可以活 那有些昆虫啊 生物是只有一天 就如同庄子所说的浮游 一天 在人世面就一天 那有人就是一辈子 好长好长的时间 那现在他们估算 全世界活得最久的 动物啊 是像 一百一十岁 所以我们看那个空气 就会造成这种气氛 这样的一个气氛 这种气氛是如梦似幻的 那我们在讲灵望生平的时候 也是觉得 灵望生平怎么那么曲折 在座各位同学 生命越曲折啊 人生的月历越丰富啊 人生的成熟度跟经验就越丰富 像在座各位同学 你们的曲折度是不大的 可是所以只好自己去找曲折 Tranclitas 平静包含什么 包含一个绵缘的思考 一个绵缘的思考 一个悠长的 一种心情上的一种打仗 这个叫Tranclitas 所以因此 虽然他朦胧 他仍然可以远观 这就是生命中的东西啊 所以我们在讲奥斯丁的时候 奥斯丁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思想之一就是这个意思 他后来他自己改过千山了以后 他回到教会 他不再胡转胡作乱为的时候 他常常发觉 他的心灵感受到他母亲 对他的怜悯 他的母亲为了他 不学好 每天流泪流泪流泪 后来他自己常常后悔 他自己这样荒唐的行为 不成熟的想法 总是觉得别人对他不好 然后改变了以后 他就发展出了这样的好理论 所以你看看 这是显然这个话 是在这里 可是我们对远方 我们都可以看得清楚 因为就是当你心思绵延 厌长的时候 你不只是看到你现在 你还看到那个 长远性的一种发展跟意义 所以因此我认为 奥斯丁的这种思想方法 有时候比亚里斯多德 还要深远 还要深远 因为亚里斯多德所碰到的 到晚年是挫折 而他不是 他是晚年了 是深入的发展 最后一个就是 Ingrateful 进展 你看这辆河这样 各位同学 你看这辆河怎么流 怎么游的 这辆河 是从哪里 我从这里往这边流 还是这边往这边流 各位同学你看 我观察在这边 所以一定是这样流 对不对 这样流 这样流出去 然后你看这艘船 它是顺流方向 你看这个河水 它这样流下去 所以我们要找到 我们生命中 发展的方向 那我们为什么提出这个 耶稣的图呢 我们人生发展到哪里呢 我们有尽头 我们不是没有尽头 为你们来讲 我对你们每个都有最大的信任感 你们每一个人的尽头 只有两个字 叫死亡 你发展到死为止啊 可是问题是 在死前 你希望你的人生是有发展到什么样的阶段 你希望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那你自己想 那有些宗教家给人的一些理想 最后的天堂 所以我们人生希望发展到天堂 那如果用亚里斯多的话就叫幸福嘛 幸福嘛 那如果用孔子的话就叫大同世界嘛 对不对 我就发展到这个为止 这才是我生命中的理想 那我们每一个人 谁都不在 哪一个人不是在追求幸福 有没有哪一个人要开始追求悲惨命运 有没有 没有人嘛 你嘛 不会嘛 你嘛 不会吧 你呢 每一个人都要幸福 那请问你幸福的定义跟你幸福的内涵是什么 每个人都不同啊 每个人对幸福的定义跟内涵是不同的 那你有什么样的方法去帮助你追求到那个幸福呢 所以你要找到了ingratual 对不对 那个发展的方向 就是你要怎么走才是顺流 而不是逆流 这才是最重要 你怎么让你顺流而下 能够得到那个成功 而不是逆流而上 然后频频增长 然后碰到很多挫折 所以这个是我们说 在ingratual里面所看到的一个模式 那比如像去年 去年我们开全球校友会 我们在哪里开 在德国开 德国开 德国开结果德国校友就很好心了 他叫我们大家都台湾的亚洲来的全部都做滑航的白鸡到法兰克福 然后他来接我们 从法兰克福走南银河 顺流而下 粘出来 我觉得每个人都很小 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的 下页那个没有 就结束了 那下礼拜我们来做讨论 最后我们要做 下礼拜我们来给各位做content launching 好吧 本来我尽量给你们做一点 关于前面的ingratual跟pietas 这里就讨论 一个practice 大概今天没时间 下礼拜我们来做content launching 好吧 好 那我们今天上到这里